终于让我不知所从 不要往下 不知所从 可不可以 做我 2022中国好声音终于在一片争议声中落下了帷幕 随着这一季好声音冠军的诞生 有关李文和节目组不合的消息 在网上传的是沸沸扬扬 首先是有人爆料称 李文在好声音现场发飙 质疑节目组规则 不过随后李文发文称 误会澄清了 接下来 节目组故意将有脚伤的李文 和学员王泽鹏分开表演 结果李文在场上摔倒 旧伤复发 而节目组并没有给李文重新录永不失恋的爱 节目组一系列的操作 也让李文的粉丝愤怒不已 之后细心的网友还发现 李文删除了此前有关好声音的全部微博 并且在巅峰之夜的舞台合影中 也没有李文的身影 李文和节目组闹掰的传闻 似乎已经坐实 不过就在今日 李文在社交媒体上 分享了中国好声音的幕后Vlog 并配文称 让自己心里有梦 眼里有光 你们就是最好的声音 继续前行 后机勃发 很清楚要怎么做 编曲唱什么样的歌曲 怎么去唱一首歌曲 可是最重要就是 他们需要把他们最好的一面带出来 不可以就是一个导师 强迫你的想法 放这个学员 这是我的原则 在这个长达24分钟的视频里 记录了李文和学员之间的日常相处 可以看出 李文作为导师的确是尽心尽责 对待每一个学员都十分用心 网友们也纷纷在评论区为李文点赞 李文再次发布长视频 好声音的恩天记录 顿时明白了很多东西 比如他的声音为什么会嘶哑 为什么会为学员据理力争 因为争吵 声音嘶哑吗 李文可没这么脆弱 虽说节目不可能播放李文发飙的视频 但细心的网友早就发现 导师李文嗓子有点嘶哑 纷纷猜测是因为怒斥节目组相关人员时伤了喉咙 事实上怎么可能呢 李文当时虽然有些情绪失控 但还不至于私生礼节 而且作为天后 更不会这么喊几声 嗓子就扛不住 看了这个视频 你就能理解李文为什么失声了 他几乎全程陪着每位学员一起轮流飙歌 和每一位学员沟通完唱完 李文倒是完全没有顾及自己的情况 你教我这句怎么唱 而是反复叮嘱学员们 不要练过度 要保护好嗓子 唱歌如此 对学员们的生活小细节也同样不放过 千叮咛万嘱咐 一定要喝热水 想蒙混过关也不行 喝温水 不能喝冷水 不能喝 这就是温水了 不行 你不是想喝温水 从今天开始 你只能喝温水 好吗 一整天下来 李文嗓子就已经出问题了 但李文并不在意 他说 我很用力的去教去唱 就算失去我的声音也值得 我不管 我必须毫无保留的教他们 失声音就失声音了 不管了 我不管 我觉得 我必须是全部 把我所有的一切 我的心血 毫无保留的教给他们 所以 失声音就失声音了 不管了 就希望他们 唱得好 然后 每一个人都得到好成绩 可以了 我就满足了 他们每一个人都取得好成绩 我就满足了 李文为了 教好学员们 不惜付出一切 而这种情况 与恋人之间无异 往往受伤最多的 都是积极付出的那一方 所以 无论是否因为没理解节目规则 或者一时情绪失控发飙 李文对这份工作的用心 对学员的呵护 都是发自内心的 你是我成功路上的芳蕾 如果说李文之前发布的都是与好声音节目的互动 那么现在发布的好声音的恩天记录 则纯粹是对学员们的鼓励 以及对这段时光的眷恋 让自己心里有梦 眼里有光 你们就是最好的声音 继续前行 后机勃发 无论年度冠军花落谁家 但终究只有一位选手能获得 在人生的旅途上 每个人真正能不断超越的 其实只是自己 心里有梦 眼里有光 就是最好的声音 李文除了教导学员们唱歌技巧之外 更多的是在努力发掘它们 让它们每个人都能尽量寻找和做回真正的自己 在他的眼中 每个学员最宝贵的地方 正是那种尚未完全绽放的独一无二 李文说 导师的作用是把学员们最好的一面带出来 而不是把导师自己的想法强加到学员身上 这种思想几乎是颠覆整个娱乐圈现状 直接与一些圈中大佬观点有冲突的 因为这些年来的华语乐坛 年轻一代歌手基本上都为这些前辈的马首实战 他们说音乐要原创 学员们就不敢唱经典 他们说音域要广 高音要飙 比赛就成了扯开喉咙的嘶吼大战 他们说音乐要高级 许多筷子人口的歌 几乎没有学员敢拿出来比赛 一切风向皆由少部分有话语权的音乐人掌控着 与大众需求渐行渐远 这还是那个百花齐放 能带给大家大众精神享受 让人们身心健康愉悦的乐坛嘛 就在年轻歌手们离自我越来越远的时候 李文这种遵从歌手内心 英才诗教的导师才显得尤为珍贵 奈何综艺节目终究不是学校 无论老师或者学生 或许都只是节目不同的角色设定罢了 奈何李文这次导师之旅 确实动了真心 终究入气太深 甚至感觉找到了自己生命中 真正想要的东西 我觉得我比较适合做老师 因为老师教人家怎么唱歌 我整个过程非常享受 我觉得我比较适合做老师 我太喜欢这个工作 太适合我了怎么办 我可以不做歌手 可以想见 即便此刻李文依然对学员们 有种视如己出般的厚爱 会为他们喜 为他们怒 为他们争 一点也不奇怪